真情追踪节目是属于一个情感据实以及情感宣泄的栏目 以追踪事件当事人的手法揭示中国社会隐情,化解情感矛盾 而选题也都比较偏重于社会伦理、情感危机以及家庭矛盾 讲述的都是发生在身边真实而极致的故事 今天的天下人物专访,我们邀请到了在天下卫视从播出之后 就广受好评的真情追踪的主持人林杰和我们一起来了解 他主持真情追踪的内心世界 真情追踪这个节目呢,从天下卫视播出以来就颇受到观众的好评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真情追踪的主持人 也就是林杰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真情追踪为什么这么受到观众的好评 杰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然后美国的观众朋友们你好 我是真情追踪的节目主陈林杰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真情追踪这个节目 因为里面真的是有非常感人的细节 做了这么多集,有没有什么故事是让你特别感动的 如果你有把真情追踪每一集你都有看的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在里头我已经流眼泪流了很多集了 就当中我看到很多的那种很感人的真情故事 还有特别是人物让我很感动 例如我跟你讲吧就是我可以剧透一下吗 当然可以啊 就是未来大家能够看到有一集是最近我跟一个委托人做采访 然后我跟他采访的时候他们的故事真的很感动我 但是美国这边的朋友还没有看到 因为我们还继续地在跟中这样的一个个案 跟拍这个故事 然后这个人是怎么样呢 是两夫妻 然后丈夫的弟弟生病了 他得了那种很重症 然后他丈夫的家人以及他就把妻子赶出家门 赶出家门的原因是家里头有一个重症病人 害怕后半辈子会脱累了自己的妻子 所以把她赶出去了 可是这个妻子呢 不离不弃 她被这个叫做是婆家人赶出来以后 她跑到医院去照顾她丈夫的弟弟 就一直在医院默默地照顾她 而她的婆家人是不知道的 最后呢 他们来到就是来到我的演播室 跟我做采访的时候 这个女的委托人 她跟我说的要求就是 她很希望我们的真情记者能帮助她 跟她的丈夫跟她的婆婆 跟她们说说 做一个理解吗 不要赶我走 把她赶出门 就她哭着流着眼泪跟我说 我只希望她们不要赶我走 希望她们能够接纳她 她愿意跟丈夫跟婆家人一起去动过这个难关 对对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她在演播厅里头对着那个摄像机跟大家说说 很希望有热心的企业热心的观众看到 能够请她做工 请她做工来 她愿意一辈子帮她打工 然后希望她能够借她一笔钱 来救她这个弟弟 对 所以让我好感动 感动的不是说 我们有一句话 夫妻本是同龄鸟 对 蛋蛋临头各自飞 可是她绝对没有各自飞 她不但没有各自飞 而且还承担下来 而且不是她丈夫 是丈夫的弟弟婆家 就算把她赶走了 她还是一样想要回来 回到这个家里面 让她认为呢 其实中国人的伦理常情 在人的心里面都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不管是哪一集里面 所有人的热情 以及人的心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次我们非常感谢 林杰能来我们节目 跟我们一起分享 当然一定要尽情锁定 最真实的真情追踪 做小约 这些紧缓录 都可以